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款类似的蓝牙的耳机也送了一个收纳盒 但感觉这款它的收纳盒质量摸起来挺舒服的 材质比较偏软 因为这个你可以把耳机像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挺轻的 首先 而且它的材质感觉很舒服应该 我个人真的平时非常喜欢耳机 我从小到大就音响耳机 耳机先放边 看一看 它这里面有什么 这应该是一条音频线 然后还有 这应该是一条USB的充电线 然后最下面这一层 应该就是我们的降噪的麦克风 然后还有 我知道了 这个很方便 因为我之前也有买BOSE的音箱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放在桌面 因为我们打游戏嘛 它是为打游戏设计的 放在桌面 它可以很方便的操作 这个音量控制应该是 然后把它连上耳机之后 就很有质感 这个按钮感觉 而且摸起来它是这种很有阻尼感的 我个人挺喜欢的 我之前那个蓝牙耳机 它是没有带这种的 感觉打游戏应该挺方便 很舒服 它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插上耳机的 插上去 可拆卸的 很方便 然后你这样把它插上 然后可以调节一下自己说话的幅度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收看的是卢瓦露的总决赛 对 很方便 这是一个3.5的这个耳机插口 你平时如果要听歌的话 那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很方便 就可以出街了 好 这样也可以出街了 你看 平时你看我像去个机场什么的 你就把它戴着 上面的这些材质摸起来也都很舒服 就不会有那种很个的那种感觉 至少我戴起来挺舒服的 这款耳机我现在还没听 待会可以试听一下 然后我之前有买过BOSS的桌面印象 蓝牙印象我也买过 BOSS的整个产品件 我都觉得是第一瓶就比较饱满 然后其他三瓶比较均衡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其他三瓶比较均衡的情况下 像很多同学们如果要玩吃鸡这里的游戏 听脚不深的话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低频比较饱满它有个好处是听音乐 它的节奏感会非常的震撼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低频比较饱满的 这种音箱或者是耳机的 像我之前买的一些耳机都是低频下浅比较深 这样的话听起来非常的震撼感 我现在准备带着它出街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